穿著全身黑的越南籍男子 在超商熟練的操作ATM提款 不過他領的簽並不是自己的 而是被害人被詐騙的髒款 而且跟他同活的車手 全是在台灣的越南籍人士 新竹縣從4月到5月 接連發生好幾起詐欺車手 在超商和金融機構ATM提款的案件 警方調查查出至少5名越南籍人士涉案 分別是三男兩女 利用電動自行車到ATM大量 提領被害人被詐欺的髒款 警方巡憲掌握車手集團的身分和住處 在6月執行攻堅 警方當場逮捕犯姓和軟姓越南籍犯嫌 還有好幾名失聯的移工 並查扣犯罪不罰所得4萬2000多元 還有外幣美金越南盾 涉案的手機金融卡存折等贓證物 主顧有172名被害人被詐騙 被騙的金額超過300萬元 決案巡述後依詐欺 擠錢房契罰 移送新竹地檢署偵辦 亂犯兩嫌並經新竹地方法院裁定 羈押禁見 本局正持續向上溯源 擴大追查其他同案共犯 另外三名還在逃的同伙 其中一名男子也是逃逸移工 而一名女子則是來台念大學的學生 目前已經逃回越南 對此法界人士表示 在我國境內犯案又逃出國的外籍人士 仍舊會被發布通緝 只要在刑事追訴期間內再度回台 就會面臨新責 至於已經被逮的外籍犯嫌 會一直到執行期滿後再驅逐出境 TFBS新聞陳世銘 陳佳彤 新竹 採訪報導